麻仙姑祭西边下降 道跟宇宙自循间 月映千堂一样人 玉笛吹开心里翘 今生穿破睡中天 流姬又是神造化 又是流神造 傀儡依然被陷迁 潜在洞庭空寄望 如枝飞破一壶烟 麻仙姑就够了 如果你们的道跟已经播种了 你们更需要立志艰辛的修炼不已 有当一日炼成法圣的时候 你们就会有千百亿化身的度化的能量 就好比月亮的光明圆满 印在千堂的湖坡 也都能显现月亮一样的人 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玄妙呢 这就好比玉笛 玉笛能够吹开心里的翘 做出了千遍万化的音律 也好比金针 也能够穿破水中的天 采得天衣之水的圆金 勤炼三宝环金补脑 其实我们的身体本来就具备有三万六千神 这个三万六千神充满了神秘的机关 都是宇宙主宰的造化 如果你不能修炼成就 你就好像傀儡的玩具 依然被无形的线索牵住 难以脱逃英国的定律的掌握 因此呢 唯有修炼的成就者 才能够清闲逍遥自在 犹如生在洞庭湖 星空无尽的仰望遥词 就好比湖中的鹿之 捕得水中的鱼 被主人牵犯住一样 不得不捕鱼 我们众生在沉入苦海 不知修炼的时候也跟鹿之一样 所以我们要努力的精进的彩练金血的圆金 将圆金血圆气再修炼圆神 才能打破我们傀儡的那一条线 飞上天上的窑池 这个时候呢 旁观洞庭湖时呢 你再也不见到鹿之了 这个太湖的鹿之被主人掌控著 也早已成为一缕清烟 鸟鸟上身鱼 咬死仙境 这也说的责民 只说我们人家的风景中 就像一块小鱼空飘 就像我们的渔翁 是这个股东企业入资同样 入主的胸跟阿弥 胶的阿弥 还可以抓鱼 主人叫他抓鱼 他就抓鱼 我们人的众生 有着一个鱼 让这个宇宙主宰控制 假如这个机关都像一个傀儡 把我们牵住一样 我们要知道他练金丹石油 就自然那个傀儡线就断掉 我们就可以冲破那个傀儡那条线 能够飞上天上的窑池 真的这样 我们做一个举例 我们知道我们人 就像傀儡一样的 被无形界掌控著 唯有你要去修炼 才能突破这个阴阳的 无形的那个线 那个阴阳技术 控制一条线 就像傀儡一样的 千叛 我们不得脱离了 我们现在说 麻仙夫第八篇 身境阮台并有根 但凭志气永长存 神仙欲造非无路 或无原来未有难 驴尾三观颠倒爪 滑植一口往来吞 心明学道原荣意 说破何成语化凡 这个麻仙夫又来讲说 你们观众的群餐 只要亲自接近 无卵的卵门来效劳 就是已经有先根的有缘人 有人参作这十六金丹啊 有来参加这个 著作十六金丹那样 就是先根的有缘人 所以能否修炼成就啊 也要凭着修炼的志气 是否永恒不变 始终如一啊 因为神仙本是凡人作 只怕凡人心不尖 因此呢 遇照神仙路 更要看自己的志气如何 静静如何 这就好比或无门 为人制造的道理是一样的 因此修炼的重点 是身体内的驴尾观 甲体观还有预诊观 这个三观的观俏 你是否已经冲过了 而毫无阻碍 再加上你身体的韧度慢 是否也能随着你体内 历史中的颠倒转动 再为你口中的妥益 是否也能够像华词的水 一口一口不断地吞入你的肚腹中 以上三种的现象 都是我们在修炼 练丹十六金丹的正常现象啊 如果你们心中清楚地明白 学到了一些妙法 原来修炼 它本来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只要倒过了十六金丹的妙法 又何必啰哩啰嗦地 说了一大堆的佛法 反而产生更多的文字障碍 令人身烦而不已啊 这佛先生又就讲了贼音 讲的就是心意下功夫啊 好好念经济神 何仙姑第九篇 朗料明珠照太空 金丹隐在晚航宫 山花全在虚实现 一窍海虫定处通 屠府能开河水佛 弥晚若放运神风 神仙口诀相传授 平耳昆源自用功 何仙姑来讲说 我们人的模拟宝珠啊 就好比明朗光耀的明珠一样 也像太阳一般的照耀的太空 因此修炼的方法 就好比在管虎过的寒气的宫殿 像月亮一样隐藏在这个管寒风 那这个山花巨脸的功夫啊 全部都是在缠落闭关时啊 有新落泰区 激进大地修炼而成就的 因此玄关的无机本位 这个玄关窍的光明 一定要从大地的地方来下手 才能一窍开而摆窍通 户内的屠府的契骸 要能够运功的打开你体内的三观九窍 调和牵水以及拱水拱火 牵水跟拱火 头顶的霓王宫 若要能够开天门的收放制度 来去尽通 就必须运用你的神风 亨烈你头部的九宫 所以你头部的九宫 经过你的经济神的一一的贯穿 神心的密恋口诀 也就会有以上的现象 我和弦窍呢 也盼望你们能够互相的 传授经丹的口诀 而且至于昆仲是否 能够修炼成就呢 也还要凭借你们自己 精进的用功来决定啊 这个和弦窍中修行的 有修行的一些的感应力 有一些修行的方法 他就把大概都 我们修行里头 有哪些的现象 你必须了解的 但至于成就不成就 要看个人的精进用功 好 黎山达姆 第十篇 三川中庆育人才 三教原流万法开 念旧精神环造化 修成功德拖轮回 无人我处仓空舍 邓佛心时立圣胎 幸运海虫求幸运 何须日日念行海 这类三中庆育就说了 从三三五玉养的明山的哲国中 到处都有修行者 他们都远离成宵暗自修炼 培育着圣机的人才 因此不管儒道跟佛 三教都很处于同源 因为无极劳慈 劳母慈悲 在天上各派三教教育 开立万法 以度昌离 使得原德的九六 均能够念旧精进神三宝 夺回天地的造化 方知命是有我而不有天 三教教徒传下了万法之后呢 无非是期盼原和九六 均能修炼成就功德圆满 跳过轮回 因此 修真修使念德 必属于无人 无我无众生 如受主想的地方 参骗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非色非空即是如来 要参骗色空 要参骗色空 愿意四向 因此无极劳母提判的原额 竟然早日开悟 正修正佛先 正定圣态 度尽乾坤 身修实验者 为于性命的耕地 要求个性命双修的妙法 来炼成金丹 等到你炼成金丹的时候 你就是逍遥世外的真仙 又何必每日贪恋于肉体的形骇 不断的去造业呢 去美容呢 所以呢这个 仙佛很慈悲 所谓肉体总是虚幻 我们现在四二位的人 都为肉体漂亮的一筹 花了很大笔大笔的抄票 我在讲心说法的时候 就没有人要布施 来赞助这个法师功德 可见的人 是多么的愚蠢 宁愿甘愚为肉体而轮回啊 不知借甲修正念真心啊 离山老五来第十一篇 盲中岁月尽忠生 便是长生不老人 雪月风发都老远 阴阴阳雪火至同神 参线岁月登天跌 八百星辰勿佛音 十六金丹同首读 早登天福了凡尘 好 离山老五来说 如果你们能于忙碌的生活 岁月中啊 暗自忙里抽闲的修炼进座 好 我们这个功严慣下都有 都每个月有两次的 全天的在修炼 听经文法 希望大家可以来参加 使得自己的身心 渐渐趋于定静的安选 你们便是未来 长生不老的修道人 此时呢 你会深深地发觉 雪月风发的美景跟浪漫 那都是干扰着你的肉眼 产生贪爱的执着 唯有你光碧你的双眼 使得你眼光疑鼻关心的眼不适色 才能使得体内的阴阳调和 随活济济 自然可以达到通神的境界 有朝一日啊 修炼成就时 三千万公满 八百美国圆 你就可以登上天上 享受荣天 不逐你修炼成佛的菩提音 早日成就佛种 因此我离山老母啊 再次的濒临坤众们 将十六金丹熟读以后 你在修炼时要祭同 十六金丹的修愿而去印证他的方法 了断凡间的情缘啊 早日登上天府名掛瑶尺 好 现在十六金丹熟读以后 现在十六金丹熟读以后 都放在那里 要快来修炼 我们这里修炼冠 这都有固定修炼的时间 都是礼拜天 现在该做第一个礼拜 到第二个礼拜 早上八点到晚上五点 如果想要修炼金丹的人 不管男女都可以到五福元館来报名 我们非常地欢迎大家参加 这个我们全真心中的行列 离山老母第十二篇 灵堂苦口说耕有 荷宝卵丝续未求 月印灵台乘客进 神规宝塔火丰收 玄机说罢能开窍 妙马谈名十点头 何事凡夫有未行 本来面目不止修 离山老母说 我离山老母 父母灵堂 苦可薄心地说出 修炼真人先到的根本的缘由 期盼你们好好的将软丝的内容 细细地品尝他的道具 努力地精进修炼 当你修炼成就的时候 灵台精进圆满 就好像月亮的光辉 相应于灵台 扫尽一切的乘客 回归清静的本来命运 十六金丹的玄机 说完毕以后呢 盼盼人人都能开窍 其修炼的功夫 谈清楚说明白以后 连完食不明的人 也都会自动地点头 为什么如你们一般的凡夫能难 沉迷于世间 他那名义而沉迷不醒呢 反而将仙天的仙佛的本来面秘 丢去一旁 而不知觉醒而修饰呢 这有点鼓励